臺海局勢緊張 有平面媒體報導 行政院兒權小組之前建議國防教育 納入高中以下教材 包括幼兒園都得學辨別炮彈聲 部分家長贊同國防教育要向下扎根 但認為幼兒園孩童太小 沒有必要 而行政院則是回應 提案人並沒有提議要幼兒園的兒童 來辨別這個炮彈 只是建議是防災避難資訊 要更易懂易讀 演訓現場炮聲隆隆 場面震撼 現在臺海局勢緊張 有媒體報導 行政院兒權小組之前建議國防教育 納入高中以下教材 包括幼兒園都得學辨別炮彈聲 部分家長贊成國防教育向下扎根 但認為幼兒園孩童太小 沒有必要 就連立委也有批評聲浪 行政院回應 提案人並沒有提議要幼兒園幼童學習辨識炮彈 是建議讓防災避難資訊更易讀易懂 沒有要將兒哨推向戰爭 相關評論引用錯誤前提 扭曲提案者的本意 至於EUE疫情延長案 傳出先前總統府與國防部長邱國鎮 在宣布時程上有落差 不久傳出邱國鎮眷情的消息 蔡總統元旦談話提到 內閣改組要穩定政局 開創新局 立委會期結束後 緊接著的內閣改組 邱國鎮動向也呈關注焦點 記者臺北報導